嗨,欢迎回到九九的频道 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出视频了 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很忙啊 搬家 就是逃离美国之后 来到了马来西亚的雅比 就已经感觉这个生活上的压力 瞬间就没有了 因为这边的物价房价 几乎所有的费用都是美国的五分之一 背后就是雅比无敌的 全球排名前三的日落 那我也加入了移民潮啊 不是移民去美国 而是逃离美国 那周所周知 我之前住的地方洛杉矶 这个治安的就是一年比一年差 那今年呢 还有六百个警察要退休 而且就根本就没有人来补上 所以我就 我们全家就觉得说 哎呀这不行 万一哪天出了啥事的话 这个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就急急忙忙 赶快逃离美国了 那个搬家的各种情况呢 说来话长 以后有时间我在沙巴漫游那个频道 我的副频道 会跟大家一一报告一下 就是具体搬家的各种情况 那所以呢 大家也别忘了去沙巴漫游那个频道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去看一下逛一逛 我会陆陆续续的把这些视频都做出来 那这一集主要就是介绍数字人直播 因为小兵的数字人终于可以在油管直播了 那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要做油管直播呢 那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就是当你在做直播的时候呢 你的本身的流量 就是我这一个全新的号 它view就有1000多 那一共直播了45个小时 那在这45个小时呢 因为在直播的时候 其实它的这个权重是稍微往上走的 那这个时候你能够拿到更多的view 那第二个就是当你在做直播的时候 你的视频的下面就会出现一个live 它在油管的这个权重呢 也是比较高的 那根据我的经验哈 因为我这次做了一次的直播嘛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一支视频是在有做直播的时候发的 那它呢自然而然 就是这支视频下面就多了一个live 那多了一个小的红的东西呢 大家就可能会比较容易去抓到 那就说哎我要点这个视频看看 那它的流量呢 就是比我普通的视频要高出非常多的 我其他视频大概也就几千几千 但是我在直播的时候发的这支视频呢 它的流量就破了两万 所以我觉得直播在 就比如说你要去发视频的时候 你同时做数字人的直播 我觉得是加分的 那怎么样做数字人的油管直播呢 尤其是可以直接回答网友提问的数字人哈 那其实呢也是很简单 就三步而已 基本上你可能看完一次就能做到了 那首先呢要装OBS这个直播的软件 那OBS也是一个免费录屏的软件 所以装到电脑上面可能已经很多小伙伴都有OBS 直播软件装在电脑上面了 那第二点呢就是它暂时来讲它只有数屏的 所以如果你要录制你自己的数字人的话呢 你要录数版的就是9比16 手机这样子哈 那第三点呢如果你已经直播可以成功的话呢 它还是不会回答网友的问题的 你要再装一个插件 它才可以回答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你可以提问嘛 那提问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装这个插件 它是不会回答问题的 就数字人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个网友打出来的信息 而做出及时的回应 那我这个视频呢就因为我的电脑还漂在海上 所以可能就是录的质量就没有以前那么高 就希望大家见谅哈 所以就整个视频也不会很长 那我的数字人这次他到底要介绍什么呢 就是要介绍一下我搬来的马来西亚的沙巴 它为什么到现在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发展 就是属于宝藏类型还没有开发 刚刚要起飞的一个地方 那数字人到底能来做什么呢 其实应用场景非常多 就比如说是导游 导购 客服 还有复活已经去世的亲人 这些都是数字人可以做到的 现在技术已经支持的 那首先呢是来到了本期笔记 那在第一个下载OBS 如果还没有装OBS的小伙伴 记得点这个链接 然后去装一下OBS 那我在这边就不赘述了 其实很多小伙伴都有的这个软件 那第二个呢就是录制自己的数字人分身 我在之前的这期视频里面 也都讲过了 那你记得是要录数评的 然后就是在clone.ii.com里面 登录完之后呢 在数字人这里 然后数字人直播 这边有一些选择哈 我先给大家看的就是体验版 那直播时长呢有360个小时 三个月时间 包含克隆形象一次 声音克隆一次 短视频制作15分钟 那直播间10个 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建议在抖音跟视频号直播哈 就是这个在油管上面直播是没有问题的 在折扣码这边呢 记得输入99.ii.com 然后把下面的小格给点了 之后 那就会看到折扣后的价格 之后再点小兵开设YouTube 点这个哈 出来的之后页面是这样子的 那滑到下面呢 有一个新增直播账号信息 点一下新增 然后选YouTube 输入账号名称 那我就拿我的新频道做一个示范好了 那么看到我在点这个小人头的时候 能看到我的频道 这是我的新频道哈 沙巴漫游 at沙巴travel 我只要at后面的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输入到账号名称这边 那账号ID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的用户名 但是记得在前面加上at 就是at沙巴travel 那我先创作一个直播间给大家看一下 点创作直播间 然后在直播间这边点一下 light version 然后呢 在这边就随便打一些字哈 就比如说这些 然后你可以点上面的试听来听一下 它这些文字读的对不对 读的不对的话呢 可以有一些停顿呢 或者是多音字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主播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点这个主播哈 点这个小人 然后这边都可以换其他的主播 画部呢 把这个点开之后 你可以给它一个背景 讲解的部分 你可以增加讲解的单元 讲一些其他的这个脚本 那讲解这个地方完成之后 你来这边互动 因为我们现在平台是在YouTube 而不是说在快手哈 我们先切换一下平台 切换平台的时候呢 它就会给你这个平台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感谢活跃用户 就是谢谢某某某 一直在我们直播间活跃 有疑问的话呢 欢迎问主播哈 然后这边还可以试听 那互动的环节做完之后 再到问答 问答呢 这边就是 已经有的问答 如果你要再加问答的话呢 你要点一下前往问答库 它会开一个新的页面出来 那来到这个页面呢 你就可以点一下新建问答 那问题是什么 回答是什么 你都可以自己设置 那当然还可以新建相似的问法 那这个呢 我们就暂时不做哈 先取消一下 然后在设置这边 也要点一下 你可以设置互动的频率 问答的频率 比如说每分钟最多回复三次 然后在这个时候 你看到上面有一个完成创作 点一下完成创作 那上面互动的平台是YouTube 那语种是中文 讲解单元是我们刚才有两个嘛 现在感谢活跃用户呢 是有一个 还有默认的问答库 都在里面了 然后点确定 然后你看到这个 已经是创作完成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点下面这个小小的 发布 然后发布直播间 再发布 发布完之后你会看到 这个直播间已经在上面了 可以点开播 但是在开播之前 我们要点一下这个复制直播流哈 这个直播流是在OBS这边的 那怎么样在YouTube开直播呢 首先呢 我是要进入到我另外一个频道哈 这个节目的类目和它是否是公开的视频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Stream Key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先点它一下 Stream Key 先Copy 然后在Stream URL这边呢 然后在Stream URL这边呢 放在这边 然后Stream Key 刚才复制的Stream Key 放在这边 然后点OK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场景哈 要加一个场景 OK 然后在这边呢 我要加一个Media Source 点它一下 然后不用管哈 就直接点OK 然后把Local File 点掉 在Input这边呢 就是要加上这个链接 那这个链接是在哪里找的呢 就是在发布完的数字人下面 有个复制直播流 点击一下 然后粘贴到这里 那同时间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屏幕 它看得到是一个横屏的嘛 我们要把它改成竖屏的 同样是点Setting 然后在Video这边呢 要把它的Base Resolution 它的Aspect Ratio 给改一下 现在是1920乘以1080 我们就把它反过来 是1080乘以1920 让你看到它的Aspect Ratio 是9比16 然后点OK 你就能看到这个框框 现在变成竖的了 那第三点就是 如果你要你的数字人 跟观众有互动的话 能够回答问题的话 记得要下载一个助手 就点这个 下载完之后 把它在本地解压 因为我已经下载过 就不给大家再做一遍了 那基本上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个笔记里面有写 怎么样把它给 加到Chrome的这个插件里面呢 就是把这个Chrome 冒号Extensions 复制一下 然后打开你的浏览器 回车 把开发者模式打开 就是Developer Mode 然后点一下Load Unpacked 再把这个文档选中 那在这个时候 你打开浏览器的插件 它就在这里 我们把它PIN一下 然后点开了 然后这个时候 就可以做直播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开播哈 点开播 选择平台YouTube 直播账号 这是我的Saba Travel 场次呢 就是用我们的Key 开播的时间呢 稍微后一分钟这样子 两分钟吧 确定 就比现在时间 再往后两分钟 循环时长 我试一下八小时 看它能不能播 然后点确定 就会看到有预约中哈 但是等到那个时间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等一下到 两点十七分 再刷新它的话呢 它其实还是在预约中 因为时间没有到 所以我们要稍微等一下 好 到了十七分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 它正在直播中了 但是首先我们要打开OBS 你就看到 这个直播的画面 已经在这边了 我们把它拉到满屏 然后点Start Streaming 这边稍微要等一下 已经开始了 你们看到Live 已经开始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用另外一个账号 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已经在直播了 搜一下 扎巴漫游 已经看到它在直播了 然后点进去哈 只要你来过马来回美国 每次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我都感觉在往大海里扔钱 这还不是最可悲的 可悲的是 我的健康保险 一年就要4000至5000美金 好 别忘了点个赞了 如果要承计 还得再付额外的钱 我的律师跟我说 他有一次打球 伤了手臂 要去照X光 在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 还要额外支付2500美金 只是照个X光片 因为我这个视频的直播时间太长了 超过12个小时呢 它就不会录下来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 就是虽然可以给链接给大家去看了 但是它45个小时 它就录不下来了 当我要录完这个直播视频的时候呢 广东话的数字人出来了 就是广东话的声音克隆啊 粤语的 所以如果想要让我出一期 怎么样做广东话的数字人 请在下面留言哈 那大家如果想要听我用粤语 广东话来做一期节目的话呢 就别忘了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还有就是在下面留言说 我想听广东话 那其实在海外能够听得懂 广东话的人呢 是非常多的 而且现在讲广东话的博主的数字呢 不是说很多 属于僧少周多的这种情况 就听众很多 但博主不多 所以我觉得呢 做小众与众 比如说广东话的数字人 它流量说不定还比 讲普通话 讲国语的数字人的流量还要高 那其实呢 现在的这个数字人已经非常多了 各种各样的技术和产品 都是五花八门 但最重要是什么呢 其实是未来的交互 这个速度 那小兵的数字人 你做到了700ms 就是700毫秒以内 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那其实交互的技术呢 就是未来的核心 那我之前那个微信的数字人 其实就是 你能看得到它交互速度 在国内非常的快 在国外的话 因为还稍微需要绕一绕 就是速度呢 稍微慢一点 但是呢 都大概在几秒之内 都能完成 那其实未来呢 已经在眼前了 那以后的客服的这种交互 全部都会是AI 大家可能会好奇说 美国那么好 为什么要搬呢 来 看一下 这个日落 在美国也有 但是价格很高 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 view的话 可能 它只是view的价钱 就是景色的价钱 就已经指整个penthouse的价钱了 那其实现在我住的地方呢 只是临时的哈 这是一个朋友 就是暂时借给我们住的是在某一个大厦上面的penthouse 那他们现在也是在卖这个penthouse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入群问一下 就是怎么样来马来西亚沙巴看房 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